大家好,我是東英走強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分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的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全球第五間的星巴克徵選東京烘焙工坊 可以說是中暮黑的地標之一 櫻花季的時候在這裡喝杯咖啡 觀賞美美的櫻花吧 中暮黑是東京的一個時尚區域 在美麗的林蔭大道上有著美食跟小店 而星巴克就會在車站往下走 約10分鐘的地方 這個東遊世界知名的 WM5建築都市設計事務所 所設計的日本最大的星巴克 總共四成樓,將近3200平方米 大道你也難相信這是一家咖啡店 建築外觀為三角形 加上就是屋簷跟現代化融合 可以擋大雨跟艷陽 再加上有植物的盆栽點綴 跟中暮黑街景做出絕佳的融合 室內室外都有位置可以做 我們從一樓進到店內就先被17公尺高的 銅製的咖啡桶正和道 這個桶子內部有製作咖啡的機器 大家可以從每層樓不同的角度觀賞這個咖啡桶 仔細看可以發現櫻花的吊飾 挑高的天花板則是用摺紙的概念設計 至於BAR的桌子 則是使用日本寺廟的建築工藝 不使用任何一個釘子 在一樓我們可以點一杯高級的星巴克徵選咖啡 然後點一個高級的義大利Princhi麵包 雖然可能有點超出預算 但都進到這家店了就虛懷一下吧 我們上樓之前還可以在這裡買一些精緻的紀念品 經過超漂亮用杯子以及摺紙概念的Tivana牆 來到了二樓 這裡是星巴克的茶Bar 不太能喝咖啡的人可以來這邊喝杯茶 三樓的Ariviamo就像是一個高級的酒吧一樣 和一酒吧內的人有點奪不好拍 包不點一杯咖啡雞味酒 所以免吹著涼風享受美味的飲料 飛酒吧的區除了室外以外 室內也有很多座位 以確保來訪星巴克的人有位子可以坐 最高樓層的四樓也有很多座位 也是風景最好的區域 再點一杯咖啡 坐在這裡悠閒的度過午後時光吧 中暮黑周遭美食真的很多 比方說百明店披薩店聖靈館 百明店燒肉店Biftei 能夠享受到道地酒粥料理哈西大鴨 春天時代可以沿著暮黑川一路 往著暮黑車站的方向走 如果不是櫻花季的話 到旁邊的代官山沟也很不賴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包博 大家下期再見 掰掰